大家好 这期节目是一个快讯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也很有意思 所以来跟大家通报一下 就是俄罗斯对美国放了一个狠话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报道 据俄罗斯莫斯科7月6日报道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 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暗示美国 阿拉斯加曾是俄罗斯领土 如不遵守协议 俄方可要求收回 奥洛金强调 政派不代表软弱 我们有回击的办法 美国永远要记住 那里有一块土地 阿拉斯加 如果他们企图处置我们的国外资产 在行动之前要好好想想 我们也有要收回的东西 这个话讲的就很有意思 他就是指责美国 你要敢处置俄罗斯在国外的资产 我就要收回阿拉斯加 因为阿拉斯加以前确实是俄罗斯的土地 但是后来俄罗斯把这块土地卖给了美国 这个已经是一百多年的事情了 这么多年俄罗斯包括后面的苏联 也没有对阿拉斯加这个主权问题 跟美国之间有过这种纠纷 这个阿拉斯加这块土地被俄罗斯卖给美国 这是一个公认的事情 我想他们的法律文书也是完备的 要不然的话按照俄罗斯那种性格 最起码在苏联冷战时期应该提出这个领土要求 就是那么强盛的时候都没有提 那么现在他为什么提这个呢 确实现在这个俄罗斯也是被西方世界整的没有办法 只能靠打口炮来吓唬他的敌人 包括前段时间普京说的 我哪怕打核战的 对不对 实际他那种口气也是吓唬西方世界 包括说不给西方世界共有共气 那你想那就是一种吓唬 你给人家不卖油卖气 你俄罗斯吃啥喝啥的 对不对 你的这个国民经济就靠卖点东西吃饭吗 你真把那提了 你不管别人咋用 你现在就没有钱用了吗 对不对 所以俄罗斯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啊 我们就当一个笑话听就完了 基本上是一种打口炮的阶段 他为什么现在提出领土要求呢 我觉得他不光指这个美国要没收俄罗斯的海外资产 还有这个立唐碗跟挪威呢 跟这个俄罗斯呢 都起了领土纠纷 因为是立唐碗呢 不让俄罗斯的铁路呢 到他的那个飞地加里林格呢 不让他从立唐碗过境 而且把铁路都扒了 公路也封闭了 这个等于说是把俄罗斯跟立唐碗之间呢 弄得挺难受的 因为他那个地方是飞地 他走立唐碗这个是最近的 当然他还有别的路径 可以到那个加里林格呢 他可以走这个白俄罗斯 也可以走这个空中路线吧 但是把他最主要的一条路线呢 立唐碗给他掐断了 这个是一个领土上的纠纷 那么跟乌克兰的这个就不说了啊 那个大家都知道 另外一个领土纠纷呢 就是他跟这个挪威 跟这个靠近北京的一个岛屿呢 也有纠纷吧 那个还算不上是主权纠纷 因为那个岛呢 是属于挪威的 以前呢也没有什么人 后来呢 在上面发现了 就煤矿铁矿石油等等吧 主要是煤矿 就是有挪威公司 还有俄罗斯的公司呢 在那采矿 但是这个岛的主权呢 属于挪威的 这个挪威跟苏联之间呢 都是有协议的 那么现在呢 那个地方的矿场呢 基本上也都停了 现在岛上呢 只有两千多个人 这个居民里头呢 有八百多个人呢 是俄罗斯人跟乌克兰人 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居民点 实际那个地方呢 以前也是个煤矿 余下的人呢 是在另外一个居民点 是挪威人的居民点 实际那个地方呢 以前也是一个矿区吧 现在等于说这些矿都停了 在那都是留了很少的人 那么现在呢 就是挪威呢 不让俄罗斯的这个车辆呢 经过挪威 然后呢 去给那个岛上的居民点送东西 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俄罗斯呢 就提出了抗议 说你不让我们 给那边的居民送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纠纷吧 实际我说呢 就是这个主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上面住着一帮俄罗斯人 不走呢 挪威肯定是心里头不高兴嘛 因为这个矿场都停工了 你还住了那不走 是不是你有什么领土要求呢 挪威肯定是有这方面的想法 他就想借着掐断运输箭呢 逼着那些人撤离这个岛 我分析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美国是一味的支持这些西方国家 所以呢 俄罗斯对美国呢 也很有意见 那么这回呢 俄罗斯国家杜玛的主席呢 就讲出了这样一个话 就说你美国呀 再插手这个俄罗斯的失误呀 你要当心呀 那个阿拉斯加呀 我们也有收回来的权利 那么我想他说这个话呢 是没有国际法的依据的 当然我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呢 是这样的 领土问题呢 它一定是跟国家的实力呢 结合在一起的 任何的国际法呢 它只能保持一段时间的平稳 这个不可能是永久的 你想一战的时候 全世界才有几十个国家 那么二战完了以后呢 全世界变成了二百多个国家 这是为什么呢 对不对 按理来说 你这个一战的时候 就有各种条约嘛 为什么二战以后又变成这样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领土将界呢 没有永恒的 那就是最终呢 还是拿实力说话 那假如说俄罗斯的实力 比美国大十倍 那人家把这个阿拉斯加拿回来 我相信美国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这个国际社会呢 实力最强的是美国 那么你俄罗斯现在问美国要领土 那不是老虎身上拔毛吗 对不对 所以呀 这个大话呀 也说的很有意思 现在呢 我还没有看到美国这边的反应啊 可能这两天呢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呢 也会打一通嘴炮 这条消息呢 就给大家报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